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防布拉斯下路组林伟祥和航是进攻性很强的下路组合 然后我们面对他的话 打好我们自己的前面防守好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比赛的话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沟通 然后协调性 团队配合之间的 把这些做好我们就能赢吧 下一场面对TT战队 然后要注意他们下路点的话 就是我跟蒋哥打的再更专注一点吧 就不管是对线啊什么的都保持好状态 然后集中打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比赛的话都非常非常重要 就我们的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一场不输 全力以赴的就拿下每一场比赛 还是他要玩断线的格温 这个还是比较正常一点 最近后来也是有练格温的 那再补一下后期的C吧 补了一手格温 那这个阵容看起来 TG看起来挺不错的 因为本来来说不看上单情况下 他上单如果真选珠美 下路卡的一丝塔 再加上中单的一个乌鸦 就真的没后期了 对 真没后期 这把起码后期是有一个格温的 对 虽然说现在可能格温在后期的 我觉得Terry能力上限没以前那么高了 对 但他毕竟还是格温 给到了80 85 确实左边有猴子 然后再加上有 厄菲流斯列纳塔 再包括有个纳尔 除了中单之外 现在其他都是版本非常流行 非常好用的 对 就除了维克托 其他几个点 都拿到了版本比较强势的组合 还挺不错的方法 这把阵容 对 他中路要是能拿个狐狸的话 感觉这个阵容就可以完美了 就可以90张往上走 最后TT一个阵容 还是我觉得会比较拼一点吧 看前中期 特别是乌鸦在中期抱团的时候 能帮整个团队拿到多少资源 其实按理来说 最近赛拉斯 因为他可以偷很多大招 然后再加上他最近一直被扳 他非常火热 一直被扳的情况下 乌鸦应该是可以上场的 但其实是除了AL的暴击选手之外 大多数的选手 对于这个英雄都是已经放弃了 我觉得乌鸦这个英雄就是中期要团结 AL是整个LPL最团结的队伍 对 就他们20到25分数是最团结的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AL这支队伍 他的大龙powerplay 是整个联盟里面最高的 就是他拿男爵之后 他的经济是滚的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他前期的优势 一般不是特别大 他一旦拿大龙 就是可以推很多很多东西 五个人就一起抱团 各种抱团 扫荡野区 他们是个人最喜欢抱团的队伍 对 而且他们抱团还都挺有效果的 那这一把看一下TT 能不能像AL那么团结 这个阵容是需要团结的呀 这个时候团结起来还挺厉害的 进入比赛 蓝色方方法拉斯 红色方TT 这个下路组合 那打左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受了 因为毕竟列纳塔对线组合太强了 他加啥都强 最开始这个赛季出的时候 就是列纳塔加上卡丽斯塔 后面就变成了加额菲利润斯 因为卡丽斯塔大家发现 好选不好赢 下半区眼位扫一扫 先一字排开 后下这边应该是 等这 待会等时间进野区给个眼的 全军出击 你血率给到两边的中野 这把TT整个阵容 挺看双C在中期的一个发挥的吧 后期 哎 后期还看好TT吗 这个其实 不是很 认同这个点 后期感觉左边还是更稳一些吧 也许他觉得TT后面就是 就是在摇摇他放大之后 然后本身可以把关键人给捶走 然后造成一个以罗打赏 说明是这样的 但我也揣测不了这个究竟是怎么评分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大概摸清楚了 啊 但理论来说左边肯定后期厉害一点 嗯 这个双C就扎实很多啊 手也长 他一级的一个推陷情况 可立的二级 呃 两边是 换了吗 波比好像是 对 他是入侵了一波 对 哎这波好像没反应 刚才没在他下路情况下 哎这波可立的又掉了一片野区啊 两片野区 对 他现在只有四刀 他好他现在只能纠集换 他去换对面的蓝 而且你换 也不转呀 我妈不换蓝buff 今天你别说这三把 北川这个野区规划还挺好的 北川今天把可立的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哎 很有镜头感知道镜头要来了 直接点个赞 哎 点个赞 而且下路 TT因为是推线 他先推线 然后再过来 哎 打掉了可立的一个闪现 可立的是学了EQ 哇 今天TT对可立的 就是你取代了我的打野位置是吧 对 就是你小子 今天是下重手 北川 北川今天这三把把可立的安排明白了 他是刚才在打蓝buff 但是下路 你TT先推线 TT先推线 先走过来 然后他进龙坑里面 自己没有学W 上路还要干 这一波的话 Summit还挺危险的 因为W 哦没有W了 要不要等一下W W可以打蛋波比的E技能 来了 直接开急跑 先推一下 他不知道波比没W第一时间 很尴尬 他不知道 对 骗了一下 哇 炸川 野区也炸了 上路也炸了 这前期节奏TT真好啊 这咋玩 这咋玩 哎又要来反 但是现在你还是两级 现在必须得叫兄弟了 兄弟 你不怕我打这个buff我玩不了啊 中路 中路也是被打了一套 但是被立场定住了 不然有可能会被闪现B总 直接一套 乖乖 无处不在的北川 还好 这波是硬叫兄弟 把这个蓝buff反掉了 不然真玩不了 现在这北川 和谐已经空了上半区 下半区 其实可以叫兄弟来 叫兄弟制裁一下 但是瑶瑶现在兵界没吃完 他现在才是两级 但小航和林伟强都已经三级了 这次就这么嚣张吗 勾到了真红 过来可莉德 有点危险 闪现一回来 可莉德没闪的 走不掉了 走不掉 这波可莉德是必死的 看人头给谁 卡普勒拿到 闪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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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招全交了林伟强 可莉德呀 今天真的是被北川拿捏了 不过这波是瑶瑶勾的好 他勾的真红 对 然后北川闪现推 开普勒是直接Q下墙 这波又完成了一波对打野的击杀 那乌鲁偏风连夜雨啊 可莉德好不容易 蓝Buff刚刷掉 自己又阵亡了 现在才三级 好嚣张啊 这波比 他直接Q了真猴的位置 对 主要这个闪现推有点果断 直接不给活络 今天是穿神兄弟 今天太猛了 今天不是穿倒了 今天直接穿倒变穿神 今天三把我讲道理 三把都有点爆可莉德了 可莉德好像三把没啥声音 主要今天北川没把的这个开局 安排路线都是安排的很好 这个我觉得是有规划 前期也是有研究的 可能整个团队都是对可莉德 有点小研究在里面的 下来的话 北川也可以接住五分钟 杀龙这个时机 下路能退线 直接过来把龙给动了 直接打小龙 小龙好像有了 现在方不拉斯有点没办法 下路 在拿了一个头之后 也不能再压了 中路的话 KR也是被打了一套 有话这边还要继续追 追着A 追着狂A 在挺远的地方 再打一个Q 发育吧 就是帮拉斯就发育吧 现在只能这么说 就跟上马一样了 TT这个前期真有东西 说实哈 而且他这套这种中期真的厉害啊 北川又想干嘛 这动KR嘛 有闪现的KR 但他是没有海克斯闪的 所以没办法 这边不能海克斯闪过墙 不过中路 你这波线怎么办 哦呦 追着打 但是尤卡这个位置可能要被包了 尤卡有点危险 但是他有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 三个人能杀这一个有大招的乌鸦吗 他只能换一个 你没有闪现 没关系 但他换掉了对手 哇 无情 太无情了 川世人直接卖 KR麻了呀 KR现在落20刀 他这一大波线都没了 而且上路桑维他也是亏一波线的 我本来以为要救一下的 就直接卖 换一个也赚其实 对 确实也没必要救 呃 这一波桑维他有走自己还是有点伤的 上路桑一层踏跌 这样他把KR被打有点懵了 KR这个补刀发雨有点差 摇摇招闪现 血量好像烫不死 还在KR这波死 闪也没交出来吗 他前面没用过闪吧 我记得 对他没用过闪 他只有闪 KR现在有一点晕 我觉得他 真的有点晕 现在被这个北川搞的 头脑有点有点发胀 现在很尴尬 北川现在又开始入侵 和MUFF了 再刷一组 你的野区就是我的野区 这个刷完其实甚至还可以把F6给刷了 因为中午是先推线的 来 拼了一下信号 兄弟一起吃 好 无所不能的北川 出完这组野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刷 他的野区规划好太多了 别看现在两边差不多刀 但是现在TT的野区全是野怪 自己野区还有红BUFF 石头人 好 这中野直接炸了 克力的一来 你看F6没了 红BUFF一看 也没了 可力的现在人是晕的 诶 我该去哪儿 也许有鬼 有偷子 全没了 这个BU3叫做前刃暴打现刃 大家北川现在是下狠手的 这真的是下狠手了 大狠手 爆炸骨石 再把这个石头人刷完 自己就到达6级了 上路后脚对线还挺能的 上路反正没人管 而且现在TT下路 开始也是有先推线权 他推完之后也是直接往龙坑这边靠 要打先锋 这个味道被勾了 诶 有卡给一个异性能没有拉到 被闪前躲拉 但是感觉还是要死啊 血量很低 想了一想 可力的不救了 可力在旁边抢了一想 自己回来想装假猴的 算了我直接当真猴 就算了 TT这个前期太猛了呀 优势打出了大优势 而且还能拿先锋 猴子在旁边想偷一手吗 想要偷谁呢 这预卡肯定是不好偷的 想偷这个先锋 想偷先锋呢 可力的有想法 哎兄弟救救救 TT这边执行的有点差 怎么没兄弟帮忙 穿身很尴尬 900血被拿下了 那可力的 可力的 你这边还能走吗 可力的 感觉不是特别好走 这一波 偷一个先锋已经很赚了 尽力了尽力了 而且先锋之前还捡到了 这是最舒服的 主要TT没想到 确实感觉 这个纪律性啊差了点 嗯 先锋没有拿完 人家已经撤掉了 但第一个前期的攻势 确实打得赏心悦目 不过林伟祥这波下路 又是狂拆塔皮 三层塔皮 那这一波换完之后 其实方夫拉子 是把前面的烈士 搬回来一点了 开边再吃个河蟹 重新回到下路 他这把发育挺好的 两个人头进账啊 然后这边还没有六级 所以林伟祥打的还是比较凶的 哎 升六了 现在升六之后 觉得要稍微小心一下了 嗯 我觉得方夫拉子现在也不用太过于的 急吧 因为他这把的阵容 我觉得 后面还是很有说法的 而且前面这个先锋一抢 感觉前面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对吧 因为按理来说这个先锋一掉 待会有可能再抓一次中路 然后直接把中塔给推掉 对 但现在一看的话 Kill在中路慢慢算是稳住了 所以现在方夫拉子我觉得需要冷静下来 可以的 其实可以直接招先锋 然后把下路这个塔给撞掉 但是有点怕撞不出来 因为北川就在旁边 直接撞吧 撞撞撞撞撞 对 直接撞了 先让翔子哥解放 这把要靠林律翔子了 跟上马一样 锤 不肯走 这波好爽 直接吃麻了 然后 要不要换线的 赶紧可以换了 上路再换一波雪亮 这个小龙 游卡好像有想法 打住拐减速一下 想拉 拉到一个甲猴 林律翔被逼出了一个闪现 暴打甲猴 甲猴是被打掉了 但是这个小龙 还是要被TG拿下 这把是有战斗属性的龙的呀 现在火龙电龙都没刷 但我觉得方夫拉这个开局 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他们打到了这个先锋 甚至还在下路是推掉了阴血塔 这个开局我觉得绝对OK 对 林律翔只要是肥的 那对于方夫拉子来说 就是可以打的 又是灯下黑 又来 故技重施 但这波有兄弟了 克力德想了想算了 克力德还想偷 你偷野怪我偷你大野怪 不冲突 打野这把都挺能偷的 这把是海克斯科技龙 那如果是TT拿到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阵容来说 也是一个好消息 也是有加成的嘛 经济现在倒是没有差多少 主要是林律翔 把一血塔给推掉 林律翔回家已经做到狂风了 哇 林律翔好肥 高速学家狂风 但中期这段时间 左边还是有点难打动这个一卡的 还是换回去了 林律翔现在依然占一个下限 主要维克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发育的 现在把维克托搞到下路 可能会遭受到针对 对 把他放边线是有可能一直会死的 这边盾弓也有了 这边虽然没有那么多塔系 但是他人头多 他两个人头 双方要重回对线期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拿 但TT这把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提速的 他是可以在 他是可以在二十多分钟左右 林律翔没闪现 这波有危险 直接闪现推 帝国世界闪现大招 哇这波是最稳的 而且尤卡还在野区支援了一个W 吸一层魂线 那这样的话 林伟翔这个点 断了一波节奏啊 下路的话可以推进一下感情继继 而且下一波要注意啊 他下一波没有进化没有闪现 还是有可能要输出的 开铺可以把瑶瑶给丢出去 下路只叫来 好 两边隔墙都没事业 都没事业很尴尬 对 上帝视角已经出钩了 但是提提下路把兵线推过来 还行吧 小转了一点 有转特别多 我有上面的硬吃塔皮 好凶啊 他在那儿 也把他的对线打得还OK 因为他是前面被抓了抓两波的 嗯 补刀来看的话发育也很很正常 我觉得接下来的问题是 现在大概还有八分钟左右 有可能方普拉斯要来打这个龙团 那龙团的时候 有尾团装备怎么 生气了生气了 来再往前减 这个大招空了 还有一段大招 虽然命中但是差一点 但三妹特自己可能跑不掉了 他看到这里有人坐船送门过来了 北川带着瑶瑶 严诺要变大 那兵线确实不多了 可以了 也不太好 主要是北川跟瑶瑶都没闪 有闪的话可 瑶瑶是利 方普拉斯不一定会在内 提提会一直把这个龙团节奏控得很死 我呀回家说的制造者 这些人拿到最下三项 看下一个先锋吧 还有一会儿就抓了 好美额图 这个好差啊美额图 对 他露刀 然后自己也没有人头进账 他也没有吃 他这把钱 露了好多的 而且一直在被优卡在耗血了呀 是确实 现在 也暂时不能靠他 维克托这段时间本来就不能发力 现在这一段时间只能靠领委墙和 这边先攻赶紧 补一下发育吧 直接动先锋了 先锋可以动 这回看到了猴子在下半区 那应该是不会被抢了 方普拉斯现在就换资源 现在方普拉斯不太具备战斗力 因为围托的装备 他的现在的战斗力太弱了 相较于乌鸦 而且左边没有太多爆发伤 还可以去处理这个乌鸦 中路 冰线推一推 这先锋到时候可以放的 嗯 好 不过Summit这边也是懂 直接就溜了 就30多秒钟 瑶瑶已经回家 提前开始补眼了 开不了回家 应该是有补眼 这样一来大会先锋可以直接放中路 然后先撞中塔 然后逼方普拉斯放位置 我觉得方普拉斯如果理智的话 其实这波应该是要放的 而且现在好像被打断了回城 嗯 这个小龙其实挺难争的 围托的状态 然后这波虽然没有回 但身上还有一针一甲 队伍如果要进龙区的话 还是有视野的 闪一拉到 他销完之后还是有一个闪现的 这波他是不亏的 因为他这波是掩护这个先锋 能拿塔 能拿这个小龙 但现在侯亚直接打招 直接交打招 但是自己又被 直接交打 侯亚被留住了 但是小龙是被北川拿下 这波 直接被拿到 齐齐这边可能要追 但是要怎么 拉下拉下 现在打很多个 乌鸦 现在乌鸦有点跟不下 下 被留住拿到阿牧的人头 开始也是捏了一个大招 但其实也就是 大呼一下 我觉得方普拉斯并不亏 他有飞掉塔 而且 现在只要还没有拿到龙魂 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哇 这波如果 那个优卡有闪现感觉 这波方普拉斯炸了 因为那个位置 只要乌鸦闪进去 方普拉斯很难受的 就会被一只粘住 同样的想法可以 用大招亲一下逼 但是对面太狗 对 那瑶瑶这个大 大进去的时候 知道 还有一个小行 另外想也是用自己 通币罪名 将对手给收下 现在自己的 两个ADC都好肥 都是有第二剑了 北川跟瑶瑶两个人 紧密啊 一直在抱团行动 格力的过 两个的伤害 可能很难以击杀他 下路就打起来了 KR面对后呀 这应该打不过吧 毕竟是一个葛温啊 应该死了 一眼剪掉了 白胶一个 上路北川也是被逼了一个闪现 真可憐 哇 真尴尬 中路开不来位置有点危险 他是有一个 他是有一个闪现的 想会闪现躲到这个清黑夜宁 这把还是得看翔子哥的 翔子哥发育依然很好 感觉整个在中野状态上 TTC其实是要领先的 对吧 尤卡跟北川两个人 确实今天这个BO3表现很稳定 垂飞了一个 但是自己还是跑不掉 爆炸果实 只能闪现走 就要tp 继续来手下线 但是不敢让他手啊 这样子 因为他手下线 是很容易被单杀的 他主要带不了多远 推一波线叫回去了 倾下石头人 还有现在兄弟们 是有在河道 望他做一些事业 看两分半的这个龙魂团吧 这个龙魂团可能要 决一死战了 团如果方巴特接不住的话 可能龙魂 甚至大龙都有危险 但如果能顶下来 甚至说能把这个龙抢了 还可以再拖5分 真可怜 越往后拖 感觉阵容的优势 还是会越大一点 对 拖5分钟 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拖5分钟维克托装备 一起来 纳尔再做第二季 方普拉特会越来越好打 TT如果要赢 现在一定要抓住自己阵容强势 其实我觉得这把方普拉打这样一个局面 主要的问题还是前期野区被反了 本来他们应该去打 前期野区太早被反了 导致下半区那个猴子没事干 第一条龙就控不下来 他们这把你想 如果能控一条龙 这个压力就会小很多 现在三条龙给到TT 压力就太大了 而且TT确实下路也是一个强势组合 开始在野区 打完猴子人头之后 小龙节奏一直没有断过 还有一分多钟 现在这个龙魂团 可能 大招一段旁边 被刷也来了 抓了 还是要死的 跑不掉 反正都给谁 反正后压拿 不影响 但是这波影响 这波影响还是因为 他掉了一个 而TT这边的话 他两个大招 下波龙团会好 算是白转了一个人头回来 现在还是更看好TT一点 但是 撑过这波龙团就有下一波 撑过这波龙团 他的胜率起码会上升个两次 就记了这波 这波其实压力挺大的 这 比 搭配整个阵容明显是要领先放PLUS的 上单这波回家 后压能超出什么来 还要等前 两个人的战力挺一般的 两个人的装备都不是很好 这边已经有恶魔之拥了 后压还是很危险 好像只有零未想 对 只有翔子哥 这波挺危险的 这边看要不要做这个 他就直接拼正面了 反正我正面 是 乌鸦 阿姆姆 甚算是 正面团战 防PLUS可能得稍微拉 而且有 现在反而是那来到了右边 右侧这个 过去壁咚 流到了这个 把你打红 这边红了 在后面 上面上单都在绕 乌鸦一个打手扎俩 可以 可以的 别来站边 这边 后面没有出路跟上 后压一个人在前后排 打 打龙 波比拿到大龙 这边虽然是收掉了一个乌鸦 但李文翔血量实在太低了 开不了他好像有 就起来 哎 这一波能不能拿大龙啊 方不拉斯 有一点 手要太低了好像 我又要跑了 他血量真的太低了 拿不了 打了一个一换二 人头比上 猴子被吹飞了呀 现在是龙魂到手 TT 团战可就越来越好打了 还想拼一下感觉 我觉得波比拉想搏一下好像 但不好搏吧 这真不好搏 没大招的 状态了 有状态还真能拼一下 因为现在TT 已经拿到电龙 整个的局面 已经是挺无力的 虽然经济是领先的 好 经济经济提醒我们目前拿到 好 看一下这一波 两个猴都吹飞了 管你这一波 两个猴一起呗 两个猴都 这波森妹在前面顶很久了 切入吧 有点脱脊 但是他最后一圆大招还是中 而且优卡这里是没有活下来 对 他 他好像秒秒没开出来 最后猴都拿了一个大刃头 八百 但是现在TT手握电龙魂呀 挺难受的 这个格温装备也是比较豪华了 大家不要看现在方普拉斯 一座塔都没推 是 这把真正是移动塔没推 他只要把塔一推的话 自己进击立马就搬回来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推塔不是特别强 他现在慢慢发育 已经有两件套了 哎 其实这把如果说不掉这个大龙的话 方普拉的手 手塔能力 好短 厄飞流斯再加上这个维克多 手线能力很强的 对 而且右边 阵容不太好上高地的 所以你别说 感觉方普拉 有点 哦呀 坐门 想要给点 中路塔就一丝血 如果把中塔一推的话 TT就可以 上大龙 其实TT 中去逼团的 弯带上可以推上塔 现在有龙魂 起码说话就硬气一点了 叔叔之毛也是三件套 大龙的话是那 那第二件直接走了个智慧默认 对吧 对方是一个双AP 直接开动了 其实有格温 打龙速度还可以 而且 还没好强 小娜过来没露气 尤卡直接顶在前面 他倒是可以 人的 哎 龙可能要拿掉了 猴子被垂飞 拿下来了 水来有点低 先掉一个大招 尤卡要死了 开起一个精神 丢了 能卖一个是一个 哎 出撞墙只能交出闪现 嗯 那拿了四个龙种 打起 你的更好 因为始终是领先一个 你打野水飞 我龙一拿 该溜的溜 但是好像 想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打 所以倒是TTO节脱节 不过也还行 只死了一个 第一个闪现 是 这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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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想切两个是很难的 特别是 就是 正面顶一顶 然后溜就行了 但是他也很 会有 嗯 但总的来说这部TT还是 很不错 是 只死了一个 现在总上可以取钱了 嗯 这双龙柜都拿到了 经济还是劣势的 不太好 什么 不要去动这个圆龙了 我就推你的塔 对吧 因为我感觉现在方 我远古龙决战的 对吧 远古龙决战现在左边不是特别虚 应该 而且KL现在有两件 林伟翔也有三件 林伟翔作战能力还挺好的 聪明一点打打单带 然后 多推几个塔 待会看时机 有好的机会就抓这个圆古龙 没有好的机会就算了 嗯 来 锤 念这个 直接缩了 虚实 是的 可以返还时间 那当的话方帮到中塔 也是掉了 那前取出 但是现在这种经济 没有太大的作用 一点经济 因为方帮到次线团战是已经可以打了 现在主要的理想还是在这个电楼 两边可能还要等到 五楼 两边这个战队都挺纯粹的 我不跟你搞花的 我 我 刚正面的 嗯 对吧 所以两面是说 李伟翔小航 李伟翔有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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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针对老队 现在没有林伟翔跟航两个怎么办 又跟我 大招大老真好 如果没关系 可以打一个包装果实 把杨 反正有点危险 李伟翔可以吸 Kepeler吸不吸 吸 但是这边逼 但是乌鸦也赶过来 他被拉过来 他被拉过来 Kepeler一个人 还是要死了 两个人感觉都有点 他怎么最后才丢的 那七七 通了呀 但是林伟翔这么复活 不过他没有大招 对 再补给 好开不着 七七双C实际没状态的 对 翔子哥能操作 不好操作了 那再站 再站 再等 命运 不搞偷的 正面 北川刚才玩的手艺 两个人捶 真对一手老队长 因为第一时间 方普拉斯可能觉得 是要捶那个炮车的 这双人组了 是 人有点晕 什么情况 怎么队友不在了 KL最后 有PP的 哎 又捶飞 开机 去动林伟翔吧 林伟翔是没有闪现 没有双招 先被逼退 旁边又有勾 不到 一 上面有点危险 正面乌鸦 又没了 维克多也没了 这波林伟翔还能操作 巨刀大 大 大 这波林伟翔 这波林伟翔 但是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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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好都是残血 只有森美的一个人 一为三 一为三的残局就算了吧 保枪 不是 保下状态 保状态 那这个龙还是要掉的呀 龙 这波打的 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 这样让瑶瑶出来也有buff 等 瑶瑶这样也可以拿到buff 这样可以是拿四个远古龙buff 打的也还可以 因为第一时间 其实格温那个位置挺尴尬的 打出太 伤害 在进去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 其实后排 直接开个大招 顶在前面就行 主要还是没通也没 大学也没有开好 被躲了蛮 我感觉他的问题真的蛮大 团战的提供的伤害也很有趣 而且太穷了 这后夹 又全杀了 保障啊 这就是出来 卡 事后的 别说 瑶瑶瑶这小智慧默认 还是提姆 远古龙 这 远古龙 这 远古龙准备敘背大龙了 这 这 这一回之前想要抓一下骚满的骚满的位置有点危险 马上 远古龙 又知道 有炸杂 也没有过来 哦 远古龙先炸杂 也够了 对 直接斩掉了 因为 等了一下他让他拿到远古龙buff 这兄弟们怎么 有 给他呀 集体现在有 这么富裕的杖 这北川已经在龙坑附近等了 兄弟们快来呀 快来快来 跟着川神一起行动 这游卡还有点恋恋不扯 兄弟们 你们去打我 鬼鬼 川神的戏剂 不给你点 给你任何机会 强不了强不了 主要现在还有远古龙 现在TT已经是手握巨大优势了 就是少个C 我感觉就是 没有人的补伤害 这个补伤害的点本来应该是 他还没有三件 对面已经快四件了 当然 尤卡这个装备 是比较便宜的 是 但是TT的伤害 并不说只是在他的双C两个点 而且开不了回家神装 最后 以前居然补的是一个蓝切 直接蓝切 这个只有 就这么凶 还有就是上那种 女警之类的 对点一下给你减速一下 点一下拉 变龙魂的有没有 哎有说有没有说 双重减速等于 中路再推一手 在线中路只剥下小 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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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一波啊 感觉 有机会 是吧 什么 突然 杀了一个李伟祥 他是四个人阵亡 让他回吗 他可以大陆buff顶冰线的 十几秒 有机会一波的 但是没有ADC 而且摇摇他主要是 他有buff顶冰线 不太行 不行了 不行了 哇 有ADC 有点 一位 哇 这个恶意收购 TT对自己人一顿 是吧 自己吃一吃 对 队友把隔膜也差点杀了 而且开不了A人好痛啊 四个人大成一团 先把小 先把这边的一个 中单捶走 小汉还是在旁边的 咱俩思路好明确啊 你又吹飞 然后 恶意收购 哦呦 哦 那边是不如智王仔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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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好 又开启了精神 要不然真有可能被一波的 而且那边俄菲丘斯 没死掉 俄菲丘斯也是复活加油了 一个大龙buff 一个大龙buff 慈善 送了将近四千块钱 几滴出去 还是有的打的 即便落后一个电龙魂 因为对面是带着buff的 嗯 直接开架 两边现在在玩什么 中路大乱动 没有其他两条路的 困 壳里的想开 但是没有机会被拉过来 拉下了 三分之一的血了 三分之一的血了 又来 右腿 没传 一波了 大招第一段 在这边要强行一波盆 摆给了 摆出 但是林比翔这个位置 要往后拉一下 倒进了 林比翔倒了 这波感觉季季要赢了 也可能一 最后拿到一个双杀 两极 没得到 拆T地方 你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吧 他 他没有把TD放在眼里 这里当然别人面拆几地 发现 僵住了 然后TD直接选择反 最后 一波零化四之后 慢慢拆 现在拆的竹端挺快的 拆的竹端挺快的 多了 直接要一波救出比赛 又 吹中 苏梅特 苏梅特能变大吗 我来可以 怎么可能 就没有拖 拖了 再拆 再拆 加多点快 苏梅特去 第四 哦 我们是冠军 这场真的赢得很不容易 北川人都麻了 北川腰都 打到他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真的 吹吹腰 让兄弟们给捏一捏 真的我们是冠军 他太激动了 还提前 之前RW AL 现在的TT 就你真的说 以一个可能下位者的姿态 战胜比你排名高的队伍